哎呦美女美女美女你大白天干嘛呢 没有干嘛没有干嘛呢 哎你上这个棉服是新买的吧 对啊你看我穿怎么样好看吗 哎呦好看是挺好看 你怎么人性不好看 你买人家衣服还偷人家一件衣服呀 啊你说这个啊 对啊哎呦美女你误会我了是这样呢 这不我前两天嘛 买件我上这个红色棉服啊 穿回家亲朋好友都看我穿的好看 而且这个里面都是整张棉的 穿的事可薄乱了 这不看他家还有个绿色的吗 这不心想着买一件回家换起的穿 呦你不知道 我结果婚的时候啊 跟我家公公婆婆住在一起呀 他们年龄都大了 哎呦看我同样的衣服又买一件 哎呦所以呀 我就想着把这个衣服给他藏着带回家 不让他们看到 哎没人那我教你一个方法 哎你有什么办法吗 你把两件穿在一起 那那一拉不就看不见了吗 这可以吗 可以呀我试过的呢 试试 喂哎妈哎我跟你说一下 我今天啊回去吃饭 你晚上少做点菜啊 我还买了巷口的那家烤鸭 是的是的就你爱吃的那家呢 哎呦晚上大广也去 我们都去呢 嗯嗯 哎呦我知道我知道 我呀都到小公园了 哎好好好 嗯哎呦那不和你说了啊 嗯那再见 哎呦这烤鸭呢 怎么没有了呀 这怎么回事啊 台塞洛 我请你吃梨膏棒棒糖 你离我近一点嘛 塞洛 请你吃个梨膏味的棒棒糖 给你的 你离我近一点 塞洛 在这偷偷摸摸地干嘛呢 给你个梨膏味的棒棒糖 给你的 给你的 开塞洛 你们三个坐这么近干嘛 摸摸这边靠一靠 塞洛 最近身体辛苦了 来给 这个棒棒糖呀 秋冬天去吃最合适了 谢谢老板 怎么了 塞洛 老板 这梨膏棒棒糖真好吃啊 吃起来喜欢啊 以后我多给你买点 我 明天我结婚 明天她喜欢 她是办法 有啊 我俩就是啊 她老公都是我介绍的 当然没有了 不然 我怎么会喜欢到她十年 你也不看她跟我再爱起来 什么样 头也不行 妆也不滑 不过有一天她见我的时候 包装了 那天她对我兄弟笑什么 本来那一次 我是要跟她表白的 但是她老是出贺我跟她兄弟 所以我想有些事情说出来 或许连朋友都做不成 希望她早点遇到对的人 别老单子了 要是喜欢的话 以后 一定要早点说出来 我都不得了 哎呀 你这边的干什么呀 怎么这样 哎呦 这美女出门什么造型 估计她自己都不知道 我来提醒她一下吧 美女 啊 怎么了 哎呀怎么了 我看你衣服穿得好看 而且我们的衣服穿得还一样的 你看 哎呦 别说 她真的是一样的 不过你这个衣服还戴尾巴 跟我不一样的 美女 你瞎说什么呢 哪来的尾巴呀 那你看一下 你看你后面 哎呦 这这毛衣 不是出门太着急了 把这个衣服的毛衣怎么带上来呀 那我就注意点了啊 谢谢你啊 明年 你什么事我们等车吧 好好好 我说你这女的 是不是眼睛瞎呀 大哥对不起啊 下次跟我小心你啊 对不起对不起 你干嘛 你想拖我手机啊 大哥不好意思啊 对不起 对不起 美女美女 提醒她一下吧 哎 美女美女前面的美女 帅哥你喊我呀 哎 美女我打扰你一下 你说 就我大老眼啊 看你穿着身上穿着这件衣服啊 亮晶晶的真好看 我衣服啊好是挺好的 但是你这个前长后短的造型啊 我老婆可能不喜欢 搞得像狐狸精一样 这棉衣好好的是一样长的呀 那你看看你后面 后面怎么了 哎呦我的天哪 哎呦这丝袜什么时候塞上了我都不知道 哎呦大哥 难怪这一路上人人对我指指点点的 原来你是想提醒我一点啊 哎美女下次出门要注意一点了 谢谢你啊 同学你到了没有啊 啊对对对 我已经到车站了 是的 车还没到 啊 好好好 好 那你搞快一点了 哎 好的好的 哎呦我说你这今天出门怪着急的吧 是个等车了 哎呦你再等车衣服也要穿穿好呀 什么衣服穿穿好呀 我不是穿小穿皮皮裙吗 哎呦 那我怎么没看到皮裙呢 你看 就穿个头发又出来了 哎呦 我的妈呀这个感到死了 赶紧把我挡一下 哎呦 坏了坏了 你这出门在外啊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哎呦这怎么办呀我的妈 这怎么心里我忘记了 我忘记了 这个啊是给我 是给我同事啊送的新衣服 刚好啊是一个长款棉服 你套上身啊 交挡一下 哎呦好嘞好嘞 谢谢你美女啊 哎呦没事没事 哎呦今天遇到好新美女了 下次出门一定要小心一点了啊 好嘞好嘞 哎呦美女啊 有这么大的大龙虾 走我们再去吃 真的呀亲爱的 哎呦 哎呦 亲爱的我肚子疼 我要去方便一下 行你去吧 哎呦 亲爱的亲爱的你看 哇 亲爱的 你哪来那么多钱 亲爱的 刚刚我看到一个农民工啊 在那躺着 他的这个钱呀 就落到他的外包里面 我就搔的一下 给他拿过来了 你看亲爱的聪明吧 亲爱的 咱们认识这么多年 没想到 你居然是这样的人啊 我钱 滚打过来 哎你干嘛呀 哎哎哎哎 老明公在打工 真的很不容易 除非在外 一定要看管好 自己的钱财 不要客气留下 可乘之机 我只有一时看到 我只有一时看到 我不过不计这模样 会会在目光内 你会察过到我更半值 我门口 直随煎 多百个深夜 曾在梦境内 我又问过你 这不今日 并未存在 喂,老妈,买到了,买到了,对对对,就是你说的那家土猪肉呢,都自己家乌养的,可欣向呢,就你别说,他家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排了半天的自己才买到呢,是的,是的呀, 哎,你等一下打个电话啊,给大一二一三一小一小就大就,小姑大姑他们啊,来我们家聚一聚,好久没聚了,啊,晚饭我来坐,这你就别操心了啊,行行行,美女美女,你稍等一下,哎,怎么了,你看这马路上人来走往的,你怎么拎一双臭鞋在这里走来走去的呀,哟,大哥,你是不是不回我了,我手上提的了,是什么鞋子呀,可是一定要土猪肉呢,土猪肉,对呀,那你自己看一下, 咦,这怎么回事,我这明明买了一条鞋子,怎么变成一双鞋子了,哎,我都错了,哎,我都错了,哎,我都错了,